您好 各位观众 欢迎收看台湾一周焦点 我是林志颖 新一开始带您来关心 我国与多明尼加的邦交传出有状况 有立委在立法院咨询外交部长李大为 问到两国关系目前是绿灯还是红灯 李大为并没有正面回应 只表示我们已经注意很久了 但是李大为也透露 不只他自己7月前往访问 我国外交部次长也已经前往多明尼加 网络上打开多明尼加外交部网页 竟然看到多明尼加外交部长瓦尔加斯 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的握手照片 加上今年7月外交部长李大为出访多明尼加时 没有见到多明尼加的总统和外交部长 李大为到立法院外交委员会被巡视 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质疑 我国和多明尼加的关系是否亮起红灯 有一些国也没有帮我们讲话 然后跟王毅见了面 哇 好高兴把它放在他的官网上面 这个国家是在红灯还是绿灯 这个国家说实在话 我们密切注意已经非常久了 那我也在这里可以跟这个江委员报告 我们主管次长现在正在去多明尼加的路上 为了抢救和多明尼加的邦交 外交部次长已经赶往多明尼加 而总统参议为10月下旬出访南太平洋邦交国 可能过境美国夏威夷或关岛 由于刚好是美国总统川普 经过夏威夷前往亚洲访问的时候 外界关注蔡英文是否可能利用机会和川普见面 蔡英文有机会跟川普见面吗 没有 我们现在在最后的阶段 因为这一次呢 前日到正好这个川普总统呢 也要到亚洲来 所以说是在这个过程中啊 比过往要稍微复杂一点 但是我们会很快的给大家做个报告 李大伟表示由于川普刚好也要在蔡英文出访时间 经过夏威夷 让蔡英文是否过境美国夏威夷或关岛的议题 变得比较复杂 还要等美方进一步通知才能确认 记者张志雄 陈信龙 台北报道 中共第十九次全国党代表大会十八号登场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工作报告当中 相较于以往的领导人增加对台论述篇幅 一共四次提到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 强调反对台独推进和平统一 也重申六个任何强硬姿态 反读促统兼据 习近平十九大工作报告分三部分提及对台政策 并且四次提及九二共识一个中国原则 等于也在向民进党政府喊话 相较于前任领导人胡锦涛十八大工作报告的对台篇幅 习近平十九大明显加重分量 而且谈话软中待硬 一方面强调两岸命运与共 血浓与水提两岸一家亲 另一方面也不忘从港澳一国两制的模式切入 对台重申八月份中共建军九十年发表的六个任何强硬表态 反对台独和国家分裂 我们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够的能力 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 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 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习近平也强调两岸和平统一的目标 对台释放出未来五年反读促统方针的强烈讯息 而内容虽然不见时间表 但是具体实施上是否会加达力度也备受关注 另外在十九大党代表部分十位台湾党代表当中 出身高雄现为上海市台联会长的卢力安成了大会焦点 外界曾经质疑为何土生土长在台湾却加入共产党 卢力安则强调自己能爱台湾也爱大陆 19大党代表当中除了卢力安之外 大多是在中国出身的二代台胞 对台湾的代表性常常受到质疑 在习近平揭示的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方向下 吸收像是卢力安背景的人进入中国政府的外围组织 也间接成了中国对台统战的指标性人户 记者是长龙翔北京报道 面对习近平的报告总统府回应 处理两岸关系一贯的原则就是善意不变 承诺不变 不会走回对抗老路 但是也不会在压力下屈服 陆委会则是强调 单番面强势建构的一公原则 和一国两制方针 很难跨过争取民心认同的鸿沟 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 虽然向台湾人民保甘情说 尊重台湾人民的生活方式 和现有社会制度 但也强硬重申一个中国原则 久而共识并且反对台独 总统府对此发出声明表示 两岸和平稳定是双方共同的责任 蔡总统处理两岸关系一贯的原则 就是我们的善意不变 承诺不变 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但也不会在压力下屈服 总统府向习近平喊话 希望共同努力 以政治智慧 共同寻求两岸互动新模式 维护两岸和平 陆委会也进一步强调 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 未来及两岸的关系发展 由2300万人共同决定 并呼吁中国推动民主和平 以及公平正义的政策措施 中共十九大报告 对台政策延续了其一贯的政策方针 也可以凸显未来在对台工作上 采取防御围堵的基本态度 我们感到遗憾 我们郑重呼吁 对岸正是一个事实 单方强势建构一中原则 与一国两制的方针 很难跨过争取民心认同的鸿沟 也很难达到心灵气和 陆会强调人为的分化对立 是两岸关系僵局纷扰的主因 也重申蔡政府立场 我国尊重1992年两会会谈的历史事实 来回应习近平所说的 一中原则和九二共识 总统蔡英文以民进党主席身份 主持中常会 但并没有对此发言 不过民进党的会后记者会呼吁 中国因正式和尊重 台湾人民捍卫国家主权 和维护自由民主的坚定信仰 记者张志雄 陈信龙 台北报道 去年九月泛兰八县市首长 组团附中提出希望对岸 继续采购台湾的农产品 那个时候也传出 中方有意购买3000吨的水果 不过却一直迟迟没有下文 以南同县来说 过去金针凤梨最高可以外销20货柜 但是现在却瑞卷只剩下5货柜了 除了检疫通关程序变繁琐之外 订单减少也有很大的影响 拿出冰柜库存的凤梨 南投八卦山的产销班长庄启南说 库存量不敢留太多 只留一些备货给熟客 庄班长在八卦山栽种金钻凤梨 几年前他和其他南投农民种的凤梨 有不少都销往中国 最高峰时达到20个货柜 不过今年却瑞卷只剩5个货柜 他明显感觉两岸农产买卖的气氛变化很大 向往中国的农产品锐减 南投信农会表示 跟农民降低意愿有关 可能之前走的是流程相对简化的小三通模式 现在就变成正规贸易模式 南投信农会表示 以往销中品项大约有100多件 不过目前申请通过的只有10多项 南投由以查和新国为大宗 还在等着申请检疫报关 而日前泛南八卦市的首长 也率团前往中国 对岸宣称企业要买3000顿的水果 至今一年多了也没下文 农民说不敢再既望 能销到外国是比较好 对不对 那我们那个市场比较广大 对不对 这样是当然比较好 农民外销意愿下降 加上对岸订单缩减 农民说现在农产品出口中国的量 大约减少六成 也让他们要面临产销的问题 压力不小 现在除了必须积极开拓中国以外的客源 也要调整经营策略 希望可以找到出路 渡过寒冬 记得连健身 南投报道 为了改善空气品质 经济部和环保署 严厉电力环保调度机制 如果预测隔天的空气品质 达到AQI橘色灯号上线 就会要求台电燃煤电厂降载 避免空气品质继续恶化到红色警戒 但是前提是 被载容量要达到6%以上 秋冬空污机到来 天空雾蒙蒙一片 如何找回蓝天 经济部与环保署在立院 未还委员会指出 已拟定电力环保调度机制 如果隔天预测到的空气品质 PM2.5浓度超过54维克立方公尺 达到AQI橘色灯号的上限 就会要求台电的燃煤电厂降载 避免空气品质继续恶化到红色警戒 但前提是 被转容量达到6%以上 到了比如说明天可能会超过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提出说 那是不是上风的地方就开始降载 能够降载的幅度 还是尊重他们电路调度 文保署启动一连串政策改善空污 日前也宣布会投入365亿元经费治理 但立委承办例质疑 光移动污染源就投入320亿元 工业和其他污染的改善经费 只剩10%左右比例相当失衡 而且近年工厂排放检测申报 合格率近每年高达99% 承办例也批评环保署柿子挑软的吃 紧盯民众的汽机车废弃排放 却放纵工业污染大户 对老百姓的机场非常厉害 对工厂反而是下降的 所以我们就会觉得 我们的政府他在执法的时候 不要是说挑那个柿子软的来吃 国民党立委李燕秀则质疑 环保署扩大征收空屋费 是在惩罚小老百姓 因为工厂会将营运成本 转嫁给消费者 赎罪券是罚这些工厂 罚台电到最后 这个成本增加是罚小老百姓的 因为你是推我重要政策 我们会谦虚一队会努力来改善 但是也不能够数字来 过度的来让民众来恐慌 面对立委大声怒斥环保署长李应援 也不甘失落回击 表示扩大征收空屋费 只是改善空屋的手段之一 空屋改善与民生物价的牵连 也成为立委关注的焦点 记者黄金郭俊玲台北报导 台湾的绿色和平组织 和全国同步发行 2017绿色电子产品评比 点名三星华为亚马逊 对环境最缺乏责任感 台湾的宏基和华硕虽然表现不差 但是产品中仍含有聚氯乙烯 PVC等化学物质 环团呼吁电子产品 态换的周期是越来越短了 电子废弃物的问题将来会越来越棘手 都会去越来越多LED招牌 吸引民众的目光 就连建物外墙也设计成LED的外墙 不断变换图案 上演灯光秀 在7月底高雄一家全新的饭店开幕营运 亮眼的外墙成了高雄的新地标 但是对面大楼的住户却苦不堪言 夜间光害相当的严重 投诉市府才发现 建筑物光害的问题无法可管 饭店外墙装设数位LED灯 不断变换图案 每晚6点到12点上演灯光秀 吸引民众目光 但却苦了周遭住户 夜间光害严重连窗帘都不敢拉开 家是要休息的 是要那个可以可以可以那个 好好休息的 但是看到这个又 神经的紧缝起来 又没有办法好好休息 展新的饭店是北高雄新地标 也是高雄市财政局所办理 第一宗地上全标购案 今年7月底正式营运 但开幕以来 饭店LED外墙不断引发民怨 投诉市府1999或相关局处 却是查无法源可管 LED的一个广告物 大概有一个通舌性的做法 就是你的现场的照度 你的亮度不可以超过40% 针对建筑外观那个部分 并没有相关的一个规范 监管处指出 饭店夜间照明方式 经由都市设计审议通过 没有违规使用 民众抱怨光害问题 未来都省会将加以调整 环保局表示 高雄市井这一期的建物光害 而现有的LED刊板或招牌 劝导业者降低亮度 多数能配合 环保署镇研溢光污染防治与管理 指引草案最快年底完成 依据这个指引的架构 及方向 定定我们相关的一个管理方法 或者是管理的一个标准 让所有的市民朋友 或者是有电视墙的业者 大家也有一定的一个规定 目前全国只有台北市定有 光害管制制止条例 环保署表示等草案出炉后 各县市政府可因地质疑 依循定出管理办法 尽快避免类似状况再发生 接下来是孟昭权 高雄报道 台风天停止上班上课的时候 公务员是有心的台风架 劳工部分可以主张不出勤 雇主也可以不给薪 现在立委提案修法 要将台风架纳入劳基法 虽然朝野立委是有共识的 但是劳动部长林美竹却认为 各行各业差异大 执行起来恐怕有困难 为了保障劳工在台风天 是否该出勤安全与否 劳动部有定出要点规范 但多位朝野立委提案 要将劳工台风架纳入劳基法 具体立法保障 就只是希望他们比照 公教人员 原则上可以避难 希望说能够立法院这边 召开工厅会 各行各业 老板都不同 员工都不同 太阳都不同 上班时间不同 待遇也不同 那在这种情形之下 我想我们要做一个统一的 不管它的太阳 是比较困难 但是我们愿意去面对 根据目前的天然灾害 劳工出勤管理 跟工资给付要点 如果宣布停课不停班 劳工可以请无薪的家庭照顾假 公务人员可以请 有薪的家庭照顾假 若夫妻两人都是公务人员 一个人可以放台风架 宣布停止上班上课的话 劳工可以不出勤 但是政府建议给予薪资 不过决定权在雇主 公务人员则是放有薪的台风架 对于立委希望能够强制 入法 劳动部态度保留 工总也再次表达反对 劳动部表示各行各业差异甚大 要再开工厅会来研议 劳团认为针对不同行业类别 应该有更明确的规范 急诊啦 或者是一些相关的这些门诊 事实上是可以去做一些调整的 那把它限缩下来之后 那如果这些人还要出勤的时候 是不是维持什么样的一个原则 这样子的明定的话 事实上对劳工的安全是比较有保障 劳动部强调 立法涉及劳雇双方权益 需要在广纳各界一间通盘考量 凝聚共事 才不会造成日后执行上的困扰 接着陈书军陈立峰台北报道 国体法今年8月底修正通过 体育署10月初公布章程范本草案 不过草案却引起体育协会反弹 认为体育署违法滥权 侵害体育发展 对招收个人会员和理事长直选的部分 更是不满 因此集结了10多个单项运动协会 超过50位正副理事长和秘书长 到体育署大厅大动作抗议 大喊署长下台 在体育署大厅拉起白布条 十多个单项协会 50多位的正副理事长和秘书长 首次大动作表达 对国体法修法的不满 抗议体育署违法滥权 侵害体育发展 所以今天我真的要建议体育署 真的要当机预断 最少体育署的上级教育部的潘部长 要踩紧急刹车 那我们现在所有的协会 没有去忙着再准备亚运 确实要忙着跟体育署解释说 我们的协会 为什么我不能采用这样的章程 这样子的不稳定的状态 对我们的选手准备亚运是公平的吗 那明年亚运的成绩 难道我们不要了吗 各运动协会不满 体育署还没完成国体法授权 订定相关办法 就先公布组织章程 个人会员的部分 协会也无从得知登记状况 有心人士也可能借有人头会员操弄选举 欧阿台协理事长许安静 涉及协会理事长陈世奎 都表明不参与下届选举 许安静更痛批 这样是劣币驱逐良币 体育署强调有小组辅导各协会完成改选 也将加强辅导部分协会 但国体法修正通过后 体改连多次抨击 如今协会干部也把布满台面化 体育改革之路炮神隆隆 记者韩英成姓龙台北报道 台北市文化局文资审议委员会 进行余大为雇居审议 决议提报余大为雇居为国定骨鸡 交由文化部来审查 不过文化部长郑立军表示 决议违反文资法 将要求台北市文化局重开文资审议 文化局回应这并非没有潜力 但是既然文化部要求了 他们将会先指定余大为雇居为试定骨鸡 来完备程序 余大为雇居是新版文资法上路后 第一个由提报人申请后 暂缓都更拆除列为镇定骨鸡 进入文资审议的案例 不过台北市文化局 昨天的文资会议决议 要直接提报余大为雇居为国定骨鸡 交由文化部审议 被外界认为地方跟中央户踢皮球 文化部指出台北市文化局违法 直接求踢中央反将中央一军 我们如何接招 台北市文资审议委员会做成的决议 是违反文资法第17条 不是互踢皮球 我们希望地方政府 你至少要依法行政 政律军强调去年文资法修法后明定 文资要提报国定骨鸡前 因先具备县市骨鸡的身份 将会要求台北市文化局重开文资审议会议 来给予市定骨鸡的身份也毫无问题 台北市文化局指出 民国96年中正纪念堂 战定骨鸡期间 中央禁止定为国定骨鸡 台北机场也是 并非没有案例可循 虽然对文化部选择性办案感到遗憾 但既然于大为雇居的价值 文资委员已经有共识 也同意给予市定骨鸡的身份 之后再提送文化部进行审议 记者陈书军陈丁峰审知名台北报道 去年文资法进行修法 要求50年以上的老房子 都必须进行文资评估 还放宽提报资格 让不少原本不具文资身份的建物 重新被审视 不过也引发了争议 基层文化主管机关是大受冲击 也有声音质疑 这是都市更新的绊脚石 中山北路二段巷弄里的这栋洋房 被文史团体提报文资审议 却被文资委员投票否决 还有余大为故居 台北市文化局决议提报为国定骨鸡 被文化部认为违反文资法 打从去年文资法大翻修之后 因为放宽提报资格 建树暴增 还有50年以上的老房子 都必须进行文资评估 让许多早年不具文资身份的建物 纷纷重审 业务量激增冲击各县市 第一线的工作人员 而文资审议的压力不止落在地方文化官员身上 也被部分人士指为读根障碍 但文史团体认为 文化保存并非单由文资法能够解决 需要跨部会共同努力 所有的这些部会要一起来跟文化部 先拟定出一个当碰到了文化资产之后 要如何解决的程序 现在都好像是民间很零星的提报 然后就开始有了抢救跟对抗 其实我们一直在呼吁的是 做全台湾的建物 有文资价值潜力的普查 这件事情到现在 没有一个县市完全的做完 林宗辉建议各部会应该先拟定 当遇到文化资产后 要如何解决的程序 呼吁进行全台湾建物有文资价值的普查 而且要公开结果 才能让民众了解自己的房子 是否具有文化资产 记者吴财成博裕台北报道 苗栗市风筝文化节 今年迈入第七年 以客家翁庆丰收为主题 用翁世子等创意风筝 将客家的意象融入节庆活动 新闻的最后带你一起来欣赏 我是林志颖 谢谢您的收看 祝您平安顺心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